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想给副驾配了一块大屏幕 顶配车型甚至给后排也配了一块大屏幕 而坐在驾驶座的你 理想只给你准备了个屁 除此之外 它还配备了非常多的实体按键 比如方向盘调节 后视镜调节 儿童锁的开关 空调出风口 后备箱开关按键 还把最常用的360和快捷按键 放在了方向盘上 中控两块屏幕都可以看视频 但是一次只能看一块儿 如果想和副驾看不同视频的话 那就得看你的家庭地位有多高了 L7是理想三台车里面的小杯 哦不 这是中杯 皇后座椅放下来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洽谈空间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的预算部分 我们大概投资的金额呢是 我们确定要这个支持开会 通过不同的这一步局 它可以解锁非常多的税资 比如这样 又比如这样 不过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后排可以分上下铺了吧 不对哦 我理解的上下铺跟你理解的有不一样 我平时上铺都是女生 就你上铺是个男生 理想同学 折叠后排座椅 如果车位空间比L7小的话 那当然停不进去 但如果车位空间大的话 那肯定能停进去 确实很难 好几洒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好几洒啊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我找来了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曾经开着改装车是上山下赛道 那如今24岁的你为什么会选择 这么奶爸的一台理想要7 因为虽然说我年纪小 但是的话玩也玩过了 跑上也跑过了 我现在也结了婚 我觉得一台理想要7的话 是最适合我现在的状态 那你觉得这台车 它开起来是不是你心中的预期呢 完全符合了 甚至有点超出预料 等等 什么叫完全符合 甚至超出预期啊 它是不是被充值了呀 它的操控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没有想象那么糟糕 但是肯定不能跟改装车对比 那说到改装车底盘低 今天我知道你这台车是空悬的版本 我又特意给你找来了这一台 理想L7的Air 因为它是机械悬挂 它不是空悬 那你开完这一台车之后 你觉得这两台车对比起来 你会更喜欢的一个悬挂吗 我觉得Air版的话会更有支撑性 然后过完的时候也没空悬那么软 但是按日常使用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空悬会更适合广大百姓 喜欢软一点 就是过那些细碎路面 还有起伏啊 抛跳那些它会比较像磨坦一样过去的 对 空悬的话会更符合百姓的 但是空悬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就是它降到最低之后 确实这个车身高度刚好就是加磨云霜的良知 那你用这部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不爽的地方呢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一个产品它肯定有缺陷的 不不得出街的 这个子录跟我没关系啦 我跟它不顺便说啦 当然可以啦 不说了啦 不说了啦 快点啦 我看你很激动 基本上可以在这个区域的 例如这个脚踏它不够长 就是拖不住你身后的位置 然后这个就有点空 如果你这样开长途的话 这个位置不就有点酸的啦 会有点酸但是还好 因为浸还了 第二点就是喇叭 你看它是按不动的 很难按的 真的不能很紳士地提示一下 是确实很难按的 它一按就是闹街的 对哦 不能短按的 但是第三点就是这个打灯 这个高灯这个 有时候前面有些突发情况 你一按就需要去闪高灯去闪回它 但是你很容易 不打到这个雨拐 因为雨拐油 右边崩到左边 变成了个船口 很容易转到它 然后就搞得像是新手司机 然后有一个原车的缺点 就是我已经改了床了 原车就是刹车 好点头 非常点头 别玩啦 你改刹车 难道真的不是为了影 那你开这部车的时候 你的女朋友门麦 对你很不熟 会的 因为你一等红的灯 那个轮界点 只不停又不停那一刻 你开多一点 它即时的车点进去 整个车煞停 这个就是原车煞车的一个特性 现在换了之后就好很多了 会线性很多 当然了 你想不会给你改的 哈哈 然后这个就是L7最大的卖点 王校座 我平时要5U 都非常实用 但是王校座 顾名思义 比王校座 如果身高高一点的 难试的话就有点顶脚 不过我看到你 在主驾后边加了个小桌板 是不是以后以后给个仔 起来写作业 一方面是 不过我现在还没生儿子 这个只是拿来 给我买麦糖浪用的 哈哈 这边吃完之后 我就过去那边睡觉 所以本质上 这部车都是你用多一点 是的 大家都说理想是一个 在网络上没赢过 在实战中没输过的品牌 在我看来 理想的车 并不符合我心中 一台好车的标准 但是它是一台好用的车 而且这个好用 得把它带入到 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体工程恰到好处 常用功能触手可及 当它进入了你的生活后 你会发现 它就是那个存在感很低 但又离不开的角色 惯例 以下就是我们的购买建议 那么这三个版本 Air是最低配 加2万块就拥有Pro的空气悬挂 而且在Pro版本的基础上 再加6万块钱 你会获得后排的大彩电 还有车头的激光雷达 除此之外 你再加1万块钱 可以选装那个电动踏板 但是空悬版本 它有一个方便上下车的功能 你在上下车的时候 它可以把车身降低 所以这个就取决于 你是不是上有老 下有小 需要这个踏板了 而且在L7上面 无论是Air Pro Max 三个版本 它后排 都是没有侧面遮阳连的 如果有需求的话 我建议还是后市场一下 而且作为一个家庭地位 比较高的男人 一定要加1万块 选这个21寸的男人 最后 如果你是一个对空气悬挂 有特别执念的人 我推荐你 至少加2万块钱上Pro版 因为你拿着2万块钱 在无论哪里的后市场 都找不到一套 这么靠谱的空气悬挂 收工 最后的一套 你这个肯定有恶趣味吗 对啊 你开车也要执肯定 对啊 肯定很香的 很香 所以你特意碰到这个位置 对